台資大盜 林極營 何文堅 剛才一開節目都說了 拜登宣布了不敬續連任 支持賀錦麗出選總統 究竟接下來的變化會如何呢? 政治方面的情況又如何呢? 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談談 知名研究所研究總監許禎教授和我們談談 早上許禎 早上許教授 主持人早上許教授 各位請壯大家早上 有否通宵看美國選情 拜登終於認了做好餘下任期 完成他的任務 這個算是向他的盟友屈服呢? 我想作為一個不單止在美國 還要是世界今天的政治舞台 其中一個最資深的從政人士 因為以前很流行長者政治 老人政治 以前被人召喚我們中國的 但是現在都不流行 所以我覺得多少是有些悲良和無奈的 但是政治 尤其是選舉政治就是這麼現實的 事實際上 事實上小弟不是這一屆 過去三屆其實我都是看好特朗普的 如果不是上一屆 小弟認為確實是有所謂系統性的舞弊 如果不是其實拜登都是贏不到特朗普 所以在這個政府面前 現時的選擇 第一我覺得是理性的 符合政黨和支持者的利益 其次當然技術上還有很多很多一系列的問題 是需要解決 從而真正為民主黨去解困的 那你看回現在那個 就是拜登方面專屬回行 遇下任期的總統職責 就說團力支持賀錦麗出選 你看回民主黨方面 那個取態會是怎樣呢 我覺得遠遠未去到程鞋落定 我想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 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兩大黨 其實並不是被移為一個民間組織的 美國無論是根據他們的政黨法定 還是他們的選舉法 其實有明確規定兩大黨 他們的黨外各個層級的參選的提名人 當然包括總統選舉的提名人 它要符合一系列法律的規範 雖然民主黨還未舉行大會 就確認或者推舉拜登作為他們的參選人 但是之前的一些法定的程序 譬如選民的參與的簽名支持等等 其實已經是看動作了 事實上拜登也獲取了足夠的民主黨的選民的支持的確認 所以現時來講 只能夠說 何錦麗得到拜登總統 她個人的一個支持 現在就祝福了 是的 所以其實究竟 那個法定程序怎麼完成呢 這裡不是沒有爭議 因為我們從來都知道 美國的法律爭議 從來都不是相信這個法律爭議 有各式的利益和考慮在裡面 當然事實上 其他更重量級的人物 好像是哈林頓夫婦 好像是奧巴馬夫婦 就說她自己本身都在為這個小組做藥 當然還有這次事件的志在勇者 前議長佩洛西 他們的態度 暫時來說 都仍然是一片看白 當然我覺得他們支持何錦麗的機會都不低 這次民主黨內部的風起雲湧 讓我想起幾年前的香港 當年梁振英第二個任期 出現一個聲音叫ABC Anyone but CY 現在美國的民主黨就是ABB 誰都好就不要拜登 很多三十多個國會議員簽署 都沒有提誰支持誰 甚至乎那些成員之間之前 有些過節的都大聯盟 就是叫拜登不要選 拜登沒有得再差的候選人 這次真的被他們成功逼供 和平演變 但是民主黨有沒有可能有些有力的人士 之前提及過奧巴馬夫人 是否可以 米歇爾出來競選 有一個民望 跟特朗普爭拗手瓜 我們如果說歷史是有假設的話 當然如果你一早就推出這個 米歇爾奧巴馬 他的勝算不僅是比拜登稍高 但是比賀錦力也是稍高 正如我開場白劈頭第一句 或者這十幾年來我的看法都是 其實三次如果你公平地選的話 其實都是特朗普贏的 所以你說特朗普是拿到49、50、51的選票贏呢 其實民主黨派出誰 理論上其實沒有一個很實質的分別在這裡 事實上現在無論是米歇爾奧巴馬也好 還是其他具實力的民主黨人也好 你說參眾議員也好、州長也好 這一刻還有少半年出來做炮灰 意思大不大呢 其實今次之所以那個局面 逐點說它玩得那麼難 其實跟民主黨人的不團結 或者他們所謂很自私 只是盤選自己的黨派 乃至是參選人個人的利益 其實都很明顯 所以現在還有誰這麼大二臨言呢 我覺得暫時是想不到 事實上何錦麗 當然你可以說拜登出來是輸的 那你何錦麗代總統出征 其實那個有沒有什麼虧呢 那你都說沒有什麼虧的 但事實上 他的勝算也都不見得 當然會牽動到一定的選民的整合 譬如一些更加屬於精英 或者偏向保守派的民主黨的支持者 或者中間選民 是不是會就去共和黨呢 調回共和黨的女性選民 或者小數族裔 是不是會一部份轉移去給何錦麗呢 那這一系列都有可能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講 韓錦麗出戰他的勝算不會比拜登低的 只不過無論他們正還是副出戰 我覺得其實勝算的機會都是低過不成的 那你看回現在說 或者八月就民主黨方面 就會有個全國代表大會前 就迅速去啟動一個小型的初選 看看選出一個 即是哪一個人可以代替拜登去參選 其實現在在選前 差不多在11月大選 現在都是剩下幾個月的時間 現在傳出這樣的消息 公佈這些消息 對於整個選情 那個比國際形象的影響又會是怎樣呢 你自己看 我想首先就是共和黨 一定會將這次這件事件 繼續發酵 從而去總體的攻擊民主黨 因為事實上共和黨你可以說 本來是冷手撿過熱戰隊的 特別是特朗普在一個行政事件上面 逃過大難之後 其實就算不是堂贏也好 其實找一部奏班去 其實就得到總統大位的機會 其實相當至高 事實上你看看 那麥克朗普無論在CNN的論壇上的表現 或者早兩天在提名大會上的表現 他前所未見表現得非常穩健 非常溫和 甚至沒有少少在善情悲情溫情 其實他越是勝選的機會大 他越是用這種風格去打 就不是非常狂傲那一種 那反過來 企業民主黨的角度 一方面是會進一步施壓 為何你們內部分離成這樣 你分離成這樣 其實還有沒有一個力量去領導美國 因為畢竟未來執政的不是一個人 而是整個團隊或者整黨在做支持 而何錦麗本身當然有她的長短 譬如她是女性 再一次有女性代表民主黨去出戰 其次她重要 其實她不單止是非洲裔的 她本身是有亞裔的血統 而近年其實印度裔的選民 特別是中產異常的階級 譬如植局等等地方 那些傳統民主黨的票倉 也有利她去顧票 但是跟美國的主流民意 即是港幣是男性 即是中老年 以及是比較保守主義 會越走越遠 所以無論如何都好 如果真是何錦麗出戰的話 其實進一步象徵了 美國在國內的政治上 在意識形態上進一步分化 所以短期來說 其實的確會令國際社會 對美國領導環球的信心 進一步打一個接口 嗯 那領導環球就要有個意志先 特朗普說明 他的MAC 2025 即不是說環球 只是說自己 美國自己怎麼搞定自己 隨時連ESG 環保 可持續的協議都離開 即美國搞定自己 才不接受那麼多世界任務 那這個趨勢 是否令到環球一些合作 可能都會變得疏離 很明顯是 第一個就是特朗普 假如順利勝選的話 就是這個在美國 甚至沒有環球的 即我只是民主國家 在選舉史上 都是細所看見的 一個總統得不到連任 但是四年之後 再戰反而就很強勢的回歸 你想想這個 無論最終他得到的 普選票有多少 我認為都不會很高的 可能在百分之五十五 二三之間徘徊 但是整個故事 就是相當之震撼人心 其次就是 他始終是一個最關顧 美國經濟的一個總統 正如Raymond這樣說 他是比較內向型的 或者是一個戰略收縮的總統 所以他眼前的經濟狀況 跟四五年前完全不同 第一他未來會成為一個減息 而不是加息的總統 而且美國現時的通脹 雖然未完全受控 但是比起六年前是一個 理想特國當時還是所謂Rocketing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政策的回旋空間 更加能夠進一步鞏固他所謂是一個股市總統 或者叫道指總統 這個這樣的態勢 由於他國內的強勢 也都可能導致他對一些戰略競爭對手 譬如中國也好俄羅斯也好 會更加進取的作為 但是我覺得更加閉危的 應該是他的盟友 特別是日本、韓國、歐盟 特別是西歐也好 繼續被他壓榨 還有一半分鐘時間 再問一下去征澳門特首那邊 又再請十天病假 又放假 又多人估計 總共39天 澳門10月就特首選舉了 有什麼訊息顯示出來呢 我想第一 不知道這把是不是姓何的 就會紅一些 我們很希望 學生的身體是健康的 我繼續完成他的任期 甚至不是參選的 也都不排除 他真的有些身體稍為抱養 當然澳門總體的局勢都平穩的 是不是 學生繼續帶領呢 我相信這個社會經濟環境 其實都會持續向善的 嗯 好啊 今早就和許晴聊到這裡 謝謝你